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我是战女小红 今天主题是已婚中年男子的心事谁人知 这个主题是刚才订的,我们真的很随便 那今天的这个来宾呢,我个人对他其实情绪有点复杂 因为呢,我一直觉得他不是我心目中一个理想的老公 包括呢,他最近在做一个其实外人听起来会很有趣的白宫计划 还有呢,他其实是一个说走就走的背包客 所以呢,在我心中这完全不构成好老公的条件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可以独自带着小小孩婴儿在台湾环岛 意思就是把妈妈一个人放在家里乘凉 这件事我又觉得天哪,他是一个太好的老公和爸爸了 那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厘清对他的感觉 那所以呢,我希望借由今天这个节目访问完以后 我可以搞清楚我自己对他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他也不在意我对他有什么感觉的 蓝白拖 嗨,大家好,小红好 还有呢,就是中年男子也很有心事的工程师 大家好 因为我们今天会邀请蓝白拖来呢 是因为呢,他出了一本书叫做 人生不只是一场马拉松 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那你觉得人生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 呃,永无止境的打怪的游戏 一直在打怪 各种怪 永无止境吗 对 就是一直生活的各种的怪 诶,我先说我真的觉得他 诶,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蓝白拖的老婆就是 也是一个知名的女作家大A 没错 我认识大A也蛮久了 我其实以前一直觉得他应该受不了这样的老公 诶,你觉得他受得了你吗 就是很受不了啊 也是算受不了的 对 可是婚姻也是经历的维持下来了 就是,所以要一直在共修嘛 就是被荡掉一直重修这样 诶,工程师我先告诉你 为什么我觉得会受不了 因为蓝白拖其实是 先说他是一个背包客 大A看起来就是一个喜欢住饭店的女人啊 他喜欢坐在饭店一直喝酒 可是人生没有这么的单纯啊 我的意思是他一定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要跟蓝白拖共组家庭啊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的个性对我来说是天差地缘的 然后蓝白拖最近在做一个很有趣的百工计划 你应该有看过吧 我知道 我记得我没有讨论过 对啊 对,我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他有时候会那个 他在脸书上会有一些有趣的 对百工计划的一些有趣的感想 我都有在默默的收看 诶,你可不可以先解释一下百工计划 简单来讲就是要做一百分工作啊 嗯 然后那一开始为什么要做 其实就是想要去旅行没有办法旅行嘛 那后来我发现用打工来有点替代旅行 然后我发现这样的 这样老婆就OK了 对 只是换一个说法 对 其实你只是换一个说法 就是找一个出门的一个理由啊 嗯 发现他虽然一开始有点抗拒发现 可是对于工作 他就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了 有收入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企划啊 老实说 那我问你 如果是你同样是中年男子 你会做这种事吗 不会 因为你是不是也喜欢安定 不是 屁 我觉得 我觉得要做这件事要 要蛮大的勇气 以及他背后的一个一些资源 我说的资源不是钱 是指support 你知道吗 因为 因为一直 因为其实你 人生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 你要找工作 其实蛮困难的事情 那我知道他其实想要挑战 各式各样的工作 那尤其是 比方说 其实你很难去找一个 需要长期投入工作 因为你要做一百份嘛 对啊 你懂为什么 你几乎都只是打工 对 一天 对 最长是五天啊 嗯 那 对对对 然后其实也 老实说也蛮多人问 就是说 比如说 我做过最短的是20分钟嘛 嗯 然后大家说 20分钟到底能缺到什么 是对 20分钟是什么工作 那非常有趣 那就是 一个需要帮忙 抬婴儿床的一个新婚家庭 嗯 那他们住公寓嘛 他们需要从一楼搬到四楼 就只是这样 对 那可以拿到多少钱 那时候是大概五百块 15分钟 15分钟 五百块 好像很高耶 对 很不错啊 很不错啊 可是你要敢去 对方很过错耶 你要敢去那个地方 他就是一般的公寓啊 他也没有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他在离你家很远的地方 哦 就都不会太远啊 我早工大概就是双北啊 嗯 对 那我问你 像工程师这样 在做这件事之前 会想东想西的人 在你心中 是不是一个鲁蛇 不会啊 怎么会 你看得起他吗 没有没有 因为很多 我觉得中年人有一个毛病 或者是年轻人比较容易 比如说刚毕业 或是他其实没有什么 薪水的年轻人 他很容易说走就走 想要去当背包客 或者是想要觉得说 哦 我到一个地方去 打工换素 我都无所谓 可是对我们这种中年人 我们已经拥有一些东西的 中年人来说 而且不是拥有很多 我们只是拥有一点 郭台铭看都看不上眼的小东西 但是那就是我们的全世界 然后我们就觉得 我们不能放弃那些东西 我一定要死守住他 嗯 因为我就是这种人 对 对 所以对 对我来说 你这个人真的是 太奇怪了 嗯 其实本来老实说也是因为打工 然后也才发现 大家就是这个社会 对于我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 怎么讲 就是理解 比如说我最常遇到的就是说 我41岁 然后去打工 那大家第一个问题 不是说你以前什么经验怎么样 而是说你的政治是什么 就很有趣哦 一定也要有政治 对 然后因为他们可能以前接触 我这种年纪也可能都是说 有了政治 然后再去打零工 啊对 比如说很多Uber司机 他说 哦我因为我白天是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对 因为觉得斜杠啊 嗯 然后我跟 就是当跟我雇主讲说 没有我就是到处打零工 他们就是用一种 很不可思议 那如果你说你是作家 哎 目前没有这样过啦 嗯 那因为我怕他跟我聊得太投入 还要花时间跟他解释 哦 然后那份20分钟工作 会变成一小时20分钟 对 嗯 那我觉得我设定的就是 好好做完这件事 嗯 然后啊也 我在学习怎么跟拿捏 就是不要 跟他 就跟雇主太深入 就是介于一种 君子之交这样 嗯 因为我也想要把我工作做好 然后就是 也不要说他理解我太多这样 哦 他会太多想象 说不定他觉得 哎 你这个人的可能哪边不好啊 怎么样啊 各种的 哎那我觉得每个人的 每个人的个性 想很多地方就会不一样 像我想很多地方就会 不会跟你一样 像我就不会觉得 我跟雇主多讲聊几句 他会多想我什么 嗯 可是我想很多地方就是 我到底 我应该放弃我安稳 舒适的工作 去做这些大胆的尝试吗 因为其实 这些事情在外人眼中 我觉得是非常冒险的 对啊 其实也 我也是后来 比如说我 没有这个计划 然后 我不会去做一份工作 比如说就是啊 捡垃圾 嗯 对那老实说 以前面对对我 捡垃圾 第一个印象 哦 当然就是感谢啊 那你也不会跟小孩讲说 来以后你要成为 就是这样的人 你可能一般父母也会希望的 小孩忘之成龙吗 多念书 要去逐客当工程师 之类的 嗯 然后甚至偶尔也会听到一些父母 又会说 你不读书 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之类这种 就是用这种恐吓威胁 那我觉得 直到真的去啊 也是打零工啊 然后帮人家丢垃圾 然后甚至去清洁 比如说居家清洁 做大家认为就是 一般认为可能就是 劳动阶级 然后一般可能父母 不会希望小孩去做的 这个我觉得感受蛮多的 就这种就是好像 其实我发现做这些工作 也是平常在家里 也会做的 啊你在家里 我哥正想问你说 你平常在家里 会打扫清洁吗 就都不会啊 对啊 你平常在家里不会 可是出去有钱啊 啊 以前总会觉得这是动力 可是当我发现 然后加上就是除了打工之外 我也 啊 有培养一个习惯 就是说 透过还是一些书本 来辅助我 对于我的技能提升啊 嗯 像因为打扫 然后我还甚至去 借书来看说 怎么样 提升自己打扫的技能 那你做了这个工作以后 你回家有变成一个爱打扫的人吗 啊 我不是爱 应该是说 我会把它融入为习惯 那 那我觉得 因为透过书 然后加上我的实际上的行动 我觉得 我对于打扫的认知 有一些改变 以前就会觉得说 可有可无 但是打扫是可以选择的 嗯 那有时候的选择是因为 可能大家又觉得很烦 然后又生气了 我才要打扫 嗯 以前在动机之下 那现在不是 因为我看了一些书 发现说 家里如果太脏 细菌多是很容易感冒的 嗯 甚至你身体是容易变差的 嗯 这道理大家都知道 只是大家还是不想打扫 对 因为看不见嘛 对 你那灰尘是 所以 后来当我发现真的 你每天去扫 即便看不见 你拿脱把 就是干脱去脱 其实还是很多毛发 然后灰血这样 嗯 那 我才发现就是 那个意识才 就是那个 我才发现这是重要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以前厕所我们家 我洗完澡 就是打开熟食器就这样嘛 对 然后其实 还是会有煤 就是那个煤 一定有啊 要刮掉水 对 就刮掉水 嗯 就像小红口红炸 以前我不会 因为我不会特别去 花时间去理解 我只会觉得很懒 我洗完澡 然后熟食器打开就好 男性其实比较不会去理解 这种事情 对 所以也透过这项 然后我发现干燥 然后的确 那个煤 就不会长 那这些当然都是 形而上的 那我觉得 我自己心心上 对大家的变化 我觉得就是因为 开始有打扫 慢慢这样习惯了之后 我发现 跟大爱的关系也变好了 一定啊 我觉得如果先生爱打扫的话 跟老婆关系一定会变好 对 那可是以前是有一点 像是被迫去维持 这样的打扫 那现在是有一点是 由内心 然后来这样 发自内心 觉得哦 那当然也加上我觉得 不应该要这么脏 那我后来蛮有趣就是 以前总会有一种强迫 就是 那种心态就会有点抗拒 那当我内心接受之后 然后加上自己的工作 又是这样 那我发现 好像也没有这么抗拒了 可是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你是因为 一个作家的关系 你常常在模拟写作的题材 所以你经历一件 很简单的事情 你都会可以把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产生出来 对 可是我觉得一般人并不会这样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那就很好 那就是鼓励每个人当作家不就好了 哦 就是你 你叫你先生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叫他写出一个那个 就是他可以像 比如他可以去设定一些计划 就像比如说 我都开玩笑讲 我可以之后可以用一个白扫计划 就是来去扫 比如说一百间房间 或者是你打扫一百天 那我觉得 我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学会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因为老实说 我不是在职场 所以我没有一个很具象的东西 可以让我来去完成 因为自由业嘛 所以你必须还是要透过自己的生活 然后来设定一个目标 那以前目标可能就是写书 然后当然非常多的读者 非常多人就是说 我是不是因为要写书 然后才去做白公计划 对我也觉得是 结果不是 你是因为出不了国 应该就是说出不了书啊 为什么 因为创作者也要有题材嘛 那我本来当然老 有一点这样的动机 可是等直到去做之后才发现 其实我觉得 那个动机其实不是我现在 要去做白公计划的最大的目的 我觉得我反而比较像 去认识这个社会 像如果没有去白公 其实我很难认识 就是现在真正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因为我跟他们一起做事了嘛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这样中年人 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就知道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也不见得想要去了解了 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就是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 然后我就是非常喜欢舒适圈的人 工程师你是吧 你也是吧 他不承认 但是我觉得你是 我不是 你也不喜欢舒适圈 我没有不喜欢舒适圈啊 但是我会强迫自己去 去哪 尝试外面的东西 有吗 比如说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最近强迫自己尝试的什么 蛮多的啊 你说啊 别放说AI好了 别放说AI好了 什么 就是 强迫自己开始用一些比较新的 新时代的一些东西啊 其实我们工程师很难 很难耶 我们 我们会有一种深层的恐惧 我们每几个月没有碰新东西 我们就会被圆圆甩在后面 这真的 有点可怕的 因为 我哥也是工程师啊 然后我就问他说 比如说他也是工作十几年工程师 我觉得 那你现在最大的一些生活上 如果说讲困境的话 他觉得 他就觉得说 有时候会有点倦怠 就是想要停止学习这件事 就是应该是说 倦怠对于倦怠对于学习 因为就像刚工程师讲的 就是 你驱动你去学的是 因为你可能怕被人家淘汰 而不是说你真的想要学 这就像读书一样嘛 没错 对 你的学习是来自于你深层的恐惧 因为怕被淘汰 那可是 当就像我刚刚讲 我的打扫以前是这样 那后来我转化成说 我是因为想要 那我觉得我可以 因为透过打扫来改变点什么 像我看过一本书 他真的改变我对打扫的 他就是说 你不是在打扫 你是在 创造一个新的环境 那新人的环境 其实就是创造一个空间 你可以开始跟这个空间对话 那我问你 你觉得你现在突然 也算中年了吗 对 来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跟中年危机 有一点关系吗 我不会 老实说 因为我反而因为做 白工计划 我觉得我不会有什么危机 我说你开始之前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日子过得很无聊 然后你不能 你好像中年了 我应该要突破一些什么 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突破 我有气有止 我没有办法卖出去 老实说是会 所以我新书有写到 我一直以为这是年纪的问题 因为中年中年 我后来发现其实都不是年纪 其实就是因为你生活没有动力 然后你很像合理话 推给说都是年纪的问题 可是中年很容易生活没有动力 老实说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也会不会没有动力的时候 那你会讲那是少年危机吗 你会讲说你大学的时候 你会讲说大学会 可是为什么到中年 你就会合理化 就对这是中年 因为我们觉得大部分的社会都这样 所以你也觉得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 我自己也是透过这本书来 有点是挑战那种传统的思维 就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看到一个非常棒的 我今天前景看到一个新闻说 有一个大概四五十岁的一个人 他挑战奥运 四五十岁的人挑战奥运 是非常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妈妈 是那个妈妈吗 他是一个男生 然后他好像是类似跳街舞 还是做什么类似极限运动 因为他就是说 好他最棒一句就是说 数字 他的年纪只是一个数字 就这样 他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什么危机 他就是单纯一个数字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被数字困住 当然 对所以 看到一个很简短的新闻 然后其实也 我自己收获也蛮多 很多时候我们 要怎么样学习 去突破这个年纪 对啊 我觉得都会有 回想 你看我们在二十几岁 也会思考说 人生要干嘛 其实那也是一个危机 然后 可是大家都还是会 只会说中年危机 对 你不觉得很奇怪 然后少年的烦恼就是无聊 对 就是很像 没有被标签 那我觉得 换个角度想 某一个年纪 中年好像 我们是不是给自己贴标签了 对 我觉得 这这个问号 它不是一个肯定式 所以我也一直在思索 所以这本书 有点像是一直在探索 对 一直在思考说 真的生活是这样吗 难道 我也可以很安逸啊 然后比如说当作者 然后这样写书 那可是这样一直写 我又不想要 我想要更多挑战 然后我最近最深的感受是 因为白宫我发现 其实还蛮像旅行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去旅行 其实是不是就去看 那些人别人怎么生活 对 然后比如说 你有时候会去某个地方 看到某一个达人 然后在做 竹编好了 那他是不是在工作 对 那你是不是去看 他一个生活的态度 然后比如说 好 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看别人 那些空姐怎么样服务你 是 那你是不是在欣赏别人 怎么样好好的工作 所以后来发现 其实每个时候 我们只要有那样的学习 那我称为这是百工计划 另外就是像建学 就是说当你用学习的心态 来看每一个人工作的时候 其实就会影响旅行 因为我们旅行 其实会之所以快乐 就是因为你都在学习 一开始你就设定 我就是要出去 然后去吸收新的东西 所以你会觉得收获很多 我从来不觉得旅行 是在吸收新的东西 那是可能因为带小孩 可是其实 我以前的旅行我也还好 而且我也从来不觉得 旅行是在放松 真的吗 为什么 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旅行 这件事情 那你喜欢什么 待在家里 做着自己想做 跟大家太像 难怪会成好朋友 对啊 我觉得在家里 然后不要 你不觉得出门 其实很辛苦吗 然后你要想很多 对很累啊 然后你要遇见很多 未知的人事物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烦 工程师你不烦吗 你有真心热爱出国吗 摸着良心说 我没有烦爱出国 你有你心中 但我喜欢去 不在家 体验一些不同的文化之类的 我你你有真心的 你曾经有想过说 你可以当一个背包客 带着一个背包 然后就去你不熟的地方 打开地图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去当背包客啊 你有想 你也没有向往这种生活 可是很多年轻的男生会 或是年轻的孩子 你都不会 我不会耶 那你就跟我是同一种人啊 所以才会 那所以我跟 所以我觉得你跟大A的 这个婚姻 是靠着你心情的打扫为心 对吗 对 以前当然也会觉得 很痛苦 然后觉得这样 个性又不合 然后又是因为看了一本书 那本书真的是 教会有蛮多的 那本书 书明大概好像就是说 人生一定要谈的八场约会 他里面其中就有一篇就讲到 就是说 那个作者是一个婚姻智商的专家 他就写 他常遇到一些个案 然后就会讲说 我跟我老婆个性不合 他一个喜欢在家 一个喜欢户外这样 对 那所以很多社会 很多案例都会说 就个性不合 可能就是要离开 怎么样分开 然后可是他那本故事就是说 他们怎么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 里面就是说 里面是老婆喜欢运动 然后他其中一篇就是说 老婆想要去爬喜马拉雅山 那老公就觉得 这么危险 无聊 你就在家 他老公就是一个很喜欢 在家看书 然后很舒服的 然后好这样 所以夫妻有些争执了 所以才去看婚姻智商 那里面就是说 最后老公怎么做 就是变成鼓励 就是本来的抗拒变支持 那你不要因为你自己讨厌 你就是抗拒对方 要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 然后那另外一般也不要就是说 女方也不要强迫说 你一定要跟着我去这样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 各做各的 对 就是尊重彼此对方的选择 那 那当然很多时候说 那干嘛这样结婚 那很多时候 其实你会常常很多相处的时间 然后怎么样去尊重彼此 那再去找到共同的兴趣 可是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 我觉得各做各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有小孩的话 你去爬山爬十天 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家带小孩 我觉得超生气 所以就是变成说像 你要带小孩去爬山 对 我那时候就会觉得 我曾经也是有小孩之后去旅行 那那时候怎么做 我就鼓励一遍 大家自己去旅行 那可是当然就是说 因为他不喜欢旅行 那可是在那段时间 他去远气 住一个礼拜 没有 我那时候 推他去澳洲 他就去 住朋友家 他还真的去了 他就去 他也是耳根够软的 他可能就是因为太气了 觉得为什么我可以自己 一个人这样出国 你说他其实为了赌气 他也是不想去 有可能吧 反正他就去了 那他当然去完之后 我也蛮 就是他也跟我讲说 以后也不要去 强迫他去旅行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总会觉得 这对我们是好 可是我们就会以为 也会觉得 对这个东西 就是对全世界都好 对 因为你就是特别 喜欢旅行的人啊 对 所以我后来发现 就是我只是对旅行的需求 比较大 然后他对我比较有帮助 那并不就是 避免有帮助 那我现在就保持 就那我也不会说不讲 那就是我 反正我就讲 那如果你不喜欢 那也OK 以前会想要去反驳 然后觉得怎么样 那现在就不会了 那你毕竟每个人 你有他的人生选择 你也是跟婚姻低头了 某方面这算低头了 可是我觉得 这比较像是 学习去倾听婚姻这件事 那你知道工程师的兴趣 是在那个冷气房 看YouTube频道上的野外求生 他有满腹的野外求生金 那这样很好啊 就沉浸式旅行啊 这叫这么好听 你会做沉浸式旅行吗 你心中不会百般看不起吗 我会啊 以前老师说 不会看不起啊 那叫神游 什么沉浸式旅行 就是都在电脑前神游 就精神上的满足啊 你至少要先满足嘛 那以前会看到 这会感到很痛苦 是因为 你太想去了 你去出不去 那现在觉得也不会 我现在还是在出去嘛 那现在就是透过白宫 然后透过其他的计划 然后所以也是 比如这本书 老实说也给我很大的收获 就是说 当自己有很多困惑的时候 以前就是会 我还蛮喜欢读书 就会透过书本来解决答案 可是我发现 我没有办法 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透过书本的 没有办法 就只能透过移动 那所谓的移动有什么 以前我就 我会执着于说 一定要出国旅行 一定要买张机票才叫旅行 我会发现不是 而是你只要出去 哪怕是骑个摩托车 然后散散心跑步 然后你只要做移动 就不要关在家里 这样的移动 运动也是 其实你就可以解决 你本来一直困扰的东西 所以我后来学会就是 你如果有小移 小的移 人生小疑惑 你就是小的移动 那你有大的疑惑 你就大移动 工程师这个你喜欢吗 难怪我没有疑惑 不移动 这个工程师不移动 我老公喜欢待在家里 然后最近因为我们买了新车 然后他觉得待在车上很棒 他就完全没有 而且车不用开 在顶车厂里就可以了 就是他完全没有想要 那这样也很好 我觉得他就是很享受那样的场域 那老实说至少他从家里 走到了汽车 他是享受这个场域 那每个人对于享受至少他移动了 对他不是说 对 然后 那我是这样 比如在写书的时候 我也是透过我去爬山 爬礁山 然后其中也有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很痛苦嘛 因为没办法出国 所以我也透过爬山 然后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那以前老实说就是会很执着 一定要出国旅行 就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卡在那个点 所以你出不去 你就会难过 就一直鬼打枪 你都久没出国了 其实都会全家人 可是一个人自己旅行 老实说有一阵子没有了 其实我个人 还蛮不喜欢看立志书的 对 因为我就是 没有觉得我需要被立志 而且我觉得立志书 常常会有一些慷慨激昂 你不怎么样 可能就是怎么样 对对对 一定要这样想的感觉 可是在蓝白托尔这本新书里面呢 人生不只是一场马拉松 我觉得他里面教你的事情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但完全是打开视野的 像你最近 你里面有一篇 我最近很有感触 叫做外国人的眼 你应该是看到 有一个外国人在拍 专营猪内脏 对 就是通话街的那个米粉汤 他看到一个外国人 在拍那个专营猪内脏 有非常多猪内脏 那个是连台湾人 都看两眼的吧 对 应该是你不会多看 可是你会觉得 就这样 就是会合理的话 它就是很日常 因为你坐在那附近 对啦 那一般人 你太常看了 我也太常看了 因为我也是从小 在通话街长大的 可是我发现 我如果带朋友去 大家也会看到很多说 那个摊子上 很多猪内脏 但是也不会在那边 忘情的拍照 就是因为台湾人 毕竟真的很常看到 对 就是有种习惯 然后你会觉得 他就这样没什么 对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好奇 生活的好奇心 就是这样 你就停止了 也就是因为 你觉得就这样 可是真的不是这样 是 那比如说去逛夜市 是一个 还有比如说爬山好了 我之前遇到 就是一对情侣 然后他们是纽西兰人 他们特别从纽西兰 飞来台湾山 何必呢 纽西兰山 我们不能讲 这不是比较 可是纽西兰山也很美 他们是旷野 然后保存的很好 对 那我就会好奇 对啊 为什么纽西兰山 这么美 你们还要来 那所以这时候 我才一直到 对 如果我把自己 当纽西兰人 那台湾山 不就是爬不完又美 我还省了一张机票 其实是 因为最近我几节 我两个姐姐 我大姐从美国回来 然后二姐从中国回来 他们两个就是 带过一些外国人的眼 因为他们两个 每天都在 101大巨蛋 老实说 我从来没有去过大巨蛋 101我大概人生 至今大概去不到十次吧 我完全不会 对她有任何好奇 我也不想去 然后我就发现 我姐一直在查101的餐厅 然后我昨天晚上 半夜还跟他们去了 轰炉地 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 轰炉地 轰炉地超棒的 对 没错 对啊 可是要不是因为有这种 那个来台湾的外国人 想要去 我根本完全不会想去 对 所以 所以有时候也是透过这样 就是透过别人的眼 然后你会反思 对啊 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好奇心 对 那我自己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地方 生活就是习惯 就是这个习惯 有时候会抑制你生活的好奇心 你要想想看 如果我们今天 假设你去某一个 完全这辈子没去过的 你不可能都只是待在家 你又去很浪费时间吗 哦没有 我老公他如果去国外 他也会常常待在饭店里 有时候可能是工作 然后那当然 某方面他当然不是说 只是出起来好奇 而他可能透过吃东西 我觉得好奇心 有时候是透过品尝食物 或者是观察某些生活的变化 而不是说一定要只是去追尽点 那我跟你讲 他们一群工程师 然后一起去 你以前去那个 有鸡翅的地方是什么 出差日本有鸡翅的地方 鸣鼓屋吗 他以前他们去 可能几个工程师 一起去鸣鼓屋出差 然后就说 你忙碍要吃什么 他说麦当劳 你会被气死 对 我 你会被气死 你先告诉我 对他来讲 所以如果是我来看 就一开始已经 他已经预设好了 他是来工作了 就这个是不管你去哪 那这就让我想到 我也曾经看过一本书 就一个机师 他就是在写 其实很多的机师 你飞到世界各地 他们不是去探险 他们都 去睡觉 他们都住在旅馆 然后好 时间到了 就是从旅馆 然后搭车去开飞机 那对啊 你看连机师 都可以免费到世界各地 他们都就是那种 就是说不想再去探索 然后对这个世界 没有很好奇 那怎么会这样 那他自己观察 就很多时候 我们也是习惯的 所以我们当然 抛开掉职业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已经 有点活在惯性里面了 我刚刚有访问王豪姐 因为王豪姐 她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个背包客 但是她说 你是不是说 你过三十以后 你就完全 没有特别想要当背包客了 就渐渐的 就是 热爱住饭点 在我的舒适圈里面 我觉得这是正常人啊 不是因为我觉得 我体验过了啦 觉得我好像 可以体验过 就是 这样的事情就够了 对 对啊 因为每个人 这就是需求嘛 所以我觉得 你很让人敬佩 就是你好像永远 不会对这些个 这个变动 这件事情厌烦 其实应该是说 有点 比如说像 生小孩这件事 就我觉得生一个就够 可是有人觉得 生两个才够 有人觉得是三个 所以这不是好不好 而是 你自己觉得 你可以承担你负担 然后你觉得 OK那这样就够了 那 所以我后来 也慢慢发现 像我这本书 最后一篇 我就写了 就是我以前觉得 冒险就是要去做 你去做 可是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觉得 应该你要先 透过自己生活 某方面 跟自己和好 所以的和好 当然就是理解 就像我刚刚讲的 打扫 然后特别各种 就是我也学习 透过书本 然后透过实际上去做 然后从中去体悟到 某些答案 那这些东西 才是所谓真正的勇气 而不是说 什么都去尝试 然后盲目 其实很多人都是 受冒险 然后片底淋伤 是 就比如说打工度假 很多人觉得被骗 被怎么样 被摘掉圣 这种的 那 一定都会有坏的 那当然这时候就看你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 是我还蛮相信 这个世界是好人比坏人多 可是还是会有很多坏人 这不可否论的 对 要小心 对 所以 那 我觉得我还是 我可能自己个性 我自己保持是还蛮正向 我应该这么讲 我都说我是 某方面是很悲观的 然后可是我的行动 我觉得我还是抱持乐观的 积极的 那所以同样是中年男子 工程师你现在对生活中 会有觉得不满足的感觉吗 还好啊 我刚才只在诚实在 那个国家的一些语境中 他会用一些很有趣的描述 比如说 跟自己和好啊 或者是跟这个空间对话 我一直在想那个情境 到底是怎么 说不定他真的会跟空间对话 那时候我们两个 就是跟他完全天平的 两端的人啊 可是我觉得其实 应该是说 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的人 确实是会因为年纪大了 就像我一开头说的 慢慢的对很多事情 感到却步 就是完全不想要去尝试 新的东西 或者是我很觉得 我把我旧的事情 守好就好 可是一方面呢 也讨厌一成不变的自己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人平均年龄 都活得越来越长了 对 我小时候我觉得 50岁超老的 但是其实我现在 已经要50岁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 我还是很年轻 我还是可以做很多 新的东西的尝试 可是我所谓的清偿事 几乎都是 花钱可以解决的事情 不是体力活 可是我相信 有蛮多的人 就是可能会有一点 觉得自己受困于 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我想去就去 想走就走 我现在都不行了 然后他会难过于 自己的处境 可是其实 我觉得 来拜托这本书呢 就是告诉你说 就算你的肉身 没有办法出走 你还是有很多办法 你的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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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出走 对 你还是有很多办法 真的 可能也是某方面 某方面可能 当然也是相信 就是 只要愿意 然后 也不一定说会成功 可是就不会这么痛苦 对 因为 还是要去尝试 因为你不尝试 只会更痛苦 那我觉得 你如果尝试做一些 不一样的一些小变化 然后像 白宫记者 还是其中一个 那 如果不透过白宫 但也是可以 我也是可以维持 我生活上 有一定的水准 那 可是那个就会少了点什么 那 我后来也这么觉得说 这就是我需要的 然后 那当然也有点 我的个性是比较固执的 就是我也有点想要做 就是大家没做过的 嗯 那 那也好嘛 那这样 那就是 那百工计划 又可以满足我 这些的好奇心 嗯 所以我觉得 不错 以后百工 其实还有很多啦 我现在最近 之后也要有一个 那个人生百货公司 是什么 百货就是那个 一货的货 哦 所以我也想要 那个计划是什么 我想要收集 就是身旁朋友 各个年纪 对于你各种的困惑 哦 我觉得还应该也蛮好玩的 嗯 就是每个人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中年 然后各种年纪 都会有各种的一些困惑 我们不能讲危机啊 就是一些提问 好奇的问题 嗯 然后 我觉得可以来收集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有点 就是 以前都会想要解决 现在不是 现在有点像是 哦 我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就放着 就像一个故事这样 因为你会知道 人生有很多问题 是不会被解决的 对啊 就像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聊 老师说 十几岁的人 听我们现在这些中等困惑 对啊 对啊 没有什么意义嘛 因为他才十几岁 那可是 当你跟十几岁的人聊的时候 那他有他的一些 哇 各种好奇的提问啊 怎么样啊 容貌啊 听说现在 年轻人其实 啊 容貌焦虑很严重 真的吗 对 以前也是啊 只要是年轻人 容貌焦虑都严重 现在会更严重 因为现在有 就是说网络媒体 哦 那个比例 据我想 他们以前会 有点担心这样 可是现在不像 因为你现在看到 你社群媒体 每个人都是这么好 这么漂亮 你会看到很多漂亮 然后过得好的人 你想想看 小龙你会在脸书 看到很丑的人 然后分享 然后得到很多赞吗 不会耶 绝对不会 你能看到不想看 你可能直接滑掉 对 所以就也造就了 所有的社群媒体 都一定是好的嘛 其实我觉得 下一代的人 会比我们这代的人 烦恼更多 因为他们太容易 看到很多事情 我们以前 我们只能看到 我们这个村路 发生的事情 对 是不是 对 这是真的 所以现在你可能看到 哇 全世界台湾 每个国家 每个都很漂亮 怎么样 各种讯息 那所以 其实在这写这本书 这也算是一个 另外一个执行 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不再用个人脸书了 是 那我还是有粉砖 对 因为就是你要经营粉砖 你一定还是要个人脸书 只是我就是不看 个人脸书的动态 因为那个讯息量很多 非常多 然后 我等于说 老实说 现在就变成 住在山洞的原始人 但是你每天出门 你用肉身去跟各个的 各个行业 各个角落接触 像我们本来只是用脸书 跟各个角落接触 没有 所以我也不能完全都 不离 跟这世界脱节 那我用到一个选择重用 就是我会问大A 就问他说 最近有没有什么社群的一些 红的事啊 怎么样啊 然后就请他跟我报告 大A有用那个吗 FIRS 有有啊 他就会分享 哇 Terry 他们都会好可怕 超精彩的 而且很可怕 对 我觉得那跟我两个世界 我觉得那个完全是不一样世代 对 他就讲说 哇 超精彩 那个内容是完全 你在IG FB 看不到的 那他跟你讲的时候 你感兴趣吗 我会 会有点 觉得有点 哇 可是因为 我不会黏着在那边 老实说 对我来讲 他就像一篇新闻 你看到新闻就是这样 你就是 就这样 你通常很少人会说 你像柯南 你要追这个新闻 是不是真实性 然后怎么样啊 所以现在 也蛮有趣 这种生活 就是处于一种 很微妙的状态 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 因为呢 他也可以告诉 可能有一些 没有结婚的人 其实婚姻是有 很多种样貌的 那完全性格啊 什么都不一样的人 两个人其实也可以 在一起好好的生活 也是可以啦 当然还是会有冲突啊 那你最后 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跟大爷说 像你这样的 有什么话 想要跟喜欢在冷气房 喝酒的老婆说的呢 就是 那我觉得 我们另外一半 也要学习 怎么喝酒 才可以跟他好好对话嘛 所以你也会在家里喝酒 跟大爷对话嘛 对对对 现在最近开始 要练习喝酒 你以前不会 之前都喝啤酒啦 就觉得啤酒 很舒服嘛 可是现在最近 想要练习喝威士忌 我觉得哇 那个世界 又是另外一个 不一样世界 就是婚姻 就是互相妥协 蓝白拖学会喝酒 然后大爷 偶尔会去住青年旅馆 他不排斥青年旅馆 可是他就是不喜欢跟人家一起同一间 谁喜欢跟别人同一间 可是现在有 就是不用住在同一间的青年旅馆 就是住在一样是套房子 新的 然后你只不过客厅会这样 那他这种他可以接受这样 这样还算是青年旅馆吗 对那这问题非常有 就是说 除了青年旅馆 就是会有一个大客厅 你还是可以去 比如说你无聊 你就住在客厅 然后来认识那些陌生人 是 那你也可以不要 那现在有些青年旅馆 里面也有电视 那以前传统的定义就是 你住在房间里面 是没有电视的 因为它有点像 希望强迫你去认识朋友 对 那现在慢慢就是 一直在变形嘛 那我觉得都去尝试 然后都体验看看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好啦 反正蓝白托这本书呢 就是教大家在 就算你真的肉身出不了门 你可以在最低限度 做一个人生的体验 我突然发现 我有一体好想要问工程师 因为蓝白托说 人生要像看电影 不知道剧情才好看 你同意吗 你看电影的时候 你会完全不知道剧情吗 常常是这样 我印象中你是会做功课的人 我会觉得不知道 后续的剧情发展会比较有趣 对 我嫩照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 比方说被人家介绍 所以会知道一点剧情吗 对 你知道我是完全不排斥 知道结局的人 我在看电影之前 甚至我如果在看书的话 我看着看着 我觉得很好看 我会先翻到最后面去看结局 然后再回来继续看 所以你也不介意爆雷这样 我完全不介意爆雷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有的人这么介意爆雷 因为对我来说 那一点都不是雷 我知道他的 我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我来说很有安全感 你会不会觉得 我这个人很无趣 你好适得算命喔 对啊 你不觉得我看电影 我真的完全不怕人家爆雷 然后我可以知道 先知道结局 我就会先知道结局 你就像算命的一样 你已经看透人生了 所以 我是不是你眼中很无趣的人 而且如果每年要定立新计划 像你这种人 这种人 每年应该会 建立一些新目标 对不对 可是我的新目标 通常都是买什么 也很好啊 花钱可以做到的事情 其实这也是很棒啊 才会成为我的目标 用肉身出门的事情 不会成为我的目标 所以其实有时候 这个社会好像 让我们觉得花钱 去满足好奇心 好像是很不好 或者是很固 可是其实 我都羞于其耻 我觉得不是耶 我觉得反而也是一种 反而就是我们可能 没办法做到 甚至觉得说 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那当我这样看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我反而蛮好奇 会去跟这种学习的 我爱花钱 我不羞耻 而且这是让我觉得 成功的动力 生活方式有很多种 那如果你想要尝试 不同的生活方式 或是你有点 不满足现状的话 推荐你去看 蓝白拖的新书 人生不只是一场马拉松 那最后呢 我们节目还有一个男人 叫做比喻青红灯 我们要一起解决 王老的问题 他说你们好 我是一个育有女儿的二宝妈 育有两个女儿的二宝妈 结婚六年以来 一直都受不了老公的生活习惯差 我有洁癖 经过多年来 不断的沟通碎念 衣服乱丢不爱打扫 都已经看开 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马桶 盖上常有他的尿渍 搞得厕所常常味道很难闻 他说因为上到一半 马桶盖会僵下来 什么东西 那不会夹到鸡鸡吗 我心想这是什么烂理由 这种状况 没有洁癖的一般人能接受吗 有请老公坐得上 但他表明不习惯 因此持续不久 也试过一人一间厕所 但到后来 他还是会到我这间偷上 他说因为我离卧室比较近 到底该怎么改掉 他的张习惯呢 谢谢你们 他是Runa 老公不喜欢掀马桶盖上厕所 你有什么习惯被大A 很不开心吗 我这故事很有感受 因为我因为这样 我之前也喜欢就是 你说老公不喜欢 掀马桶盖上厕所 对 代表他就是都坐着 可是没有没有 他说他老公 表示他有掀马桶盖 可是上到一半 马桶盖会自己降下来 所以他还是喜欢站着 对他是站着 但他硬嘴硬说 马桶盖会自己降下来 所以这时候我建议他就学欧洲 欧洲人喜欢坐着尿尿 就是像大便这样 可是他老公就是不喜欢 我老公也坐着尿尿 所以他就是不知道这样的资讯 就是其实坐着对清洁 然后对身体也比较好 对会尿得比较干净 对不对 这是真的 马桶盖会自己降下来 这有鬼吧 对我也觉得不对 而且你可以 欧洲人真的都习惯坐着尿尿吗 很多 当然不是每个 就是某些国家 像德国 他们非常喜欢坐着尿尿 第一个当然可能各种清洁 然后我觉得也是习惯的问题 然后真的 大家只要有兴趣可以去查 就是坐着尿尿欧洲人 其实欧美现在 就是还蛮流行这样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上厕所的方式 就是大家Google 所以你说 你告诉他老公说 坐着尿尿欧洲人 他说你看欧洲人 全部都坐着尿尿 对 然后你为什么不愿意 坐着尿尿呢 然后加上你要给他这些咨询 你不能用 就是直接用口头上 你觉得要怎么讲 你才可以接受 就是传一篇文章 你就传个讯息 你说然后就是 不经意的说 你看人家都坐着尿尿这样 很不经意的说 哇好特别哦 然后讲一个欧洲明星 他都坐着尿尿耶 这样吗 或者说坐着尿对身体比较好 然后你那些尿也不会乱喷 然后你清洁 那个读者会困扰一定是 因为马桶不是他亲 一定是老婆亲嘛 对 对啊所以这时候其实要还是要多沟通 你觉得你以前是站着还坐着尿 我以前是站着尿 那你后来已经改成坐着了 对所以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另外一半 觉得又要亲啊怎么样啊 我家男生也都坐着尿 所以我们家厕所是确实是没有尿骚味 那是什么契机让你改的 因为很多台湾的男性不愿意坐着尿 就是我刚刚讲的关键数据 你必须要能数据来说服他 因为其实可能男生还是比较理工脑啊 就是你还是要一个东西看得到 然后要数据 然后是要统计过的 而不是说嘴巴 等等等等 什么样的数据 对啊有统计 有统计学说男生做的尿尿 比较没有得到社乎线问题这样之类的 对有点像这样 就是你比较像是用数据来说服他 而不是用你自己的理解 老婆理解来说服他 这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策略的 你不能说 我就是喜欢你做的尿尿 对因为他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迎合你 对他又会觉得说 是你的问题啊 可是当你有一个统计数据 真实数据的时候 那男生就会开始有点 这是有可信度的哦 男生跟女生的想法真的不一样 因为如果像我就会说 如果你做的尿尿 我会很开心 我就会这样动之以情 然后他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老实说我会又被这种事情打动 每个人会用被不一样的事情打动 而且我觉得就不要叫他说 你不要怎么样 应该说你要怎么样 对用鼓励取代惩罚 像巧虎一样编成一首歌 这样子尿尿尿尿尿 我爱坐着尿尿尿 所以大家不是讲说 你要把你老公当成儿子在照顾 你这样才会 然后一直跟他说 孤口婆心 然后再拿数据 婚姻就是这样嘛 你都是在帮别人教小孩嘛 老公也是嘛 因为也是 没错 对啊 这个也拿出数据 然后还有动之以情 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坐着尿尿 这样子 那真的谢谢 谢谢你的解答 最后用一点的时间 你介绍一下你的书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 应该买这本书呢 我觉得生活上 当有点卡卡被困住的人 其实都可以 这本也不是太理智 就是有点像是读故事书 对它不是传统的 让我觉得厌烦的理智书 对你其实你就是看我怎么样 来自己生活上的一些 心情上的转变 然后就像听故事嘛 你去听你朋友讲 他怎么样 而不是一直很强力 很push你一定要干嘛这样 所以它比较有点像小品 我觉得它比较像小品文这样 而且它等一下应该是说 你刚一直列举的白工计划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有正式工作人来说 还是会觉得有点难 可是其实梳理不是在讲这些事情 梳理在讲是更简单的实践方法 对梳理白工其实带到一点点而已 那老实说我也是蛮鼓励 其实有工作的人也可以去打工 那其实就是斜杠 然后因为我 因为我为什么 我们这个 我是41岁的人 认识非常多 现在在职场已经很资深的人 他们现在做的 不一定是他们很喜欢 只是说他擅长 然后这份工作 可以让他有一些丰厚的心智 单纯只是这样 他没有真的很喜欢 那你为什么不尝试六日的时候 可以去做一些兼职 那兼职不是说只是去找工作 你可以去体验 比如说无论是很多人 可能他喜欢做料理 那你可以透过六日去上厨医科 对那当然可以的话 你也透过兼职 然后你去餐厅打工怎么样 只是一般我们不会去 透过打工来去 对我们都还是透过体验 然后享受 所以打工这个观念是 也比较一些刺激一点的 反正蓝白拖鼓励大家 尽情的去体验人生 对 多斜杠 就是你多斜杠 其实你会瞒自己 发掘一个不同样的自己 好的 那各大平台都能收听 你好我是专业小红 不管我们固定收听 都请在关注和订阅我的podcast 请大家永远留会访问 然后记得给我们五星评论 今天就谢谢蓝白拖 谢谢工程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明镜好凌图 吓闪 似伤 重 dude